现在我们讲MHC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以及它编码的分子 按照大纲要求呢 我们也是先讲几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接着呢 要讲HLA复合体 以及HLA抗原 一类分子和二类分子 以及它的医学上的意义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基本概念 先说说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 那我们先说组织相容性抗原 组织相容抗原 就是说你的组织和我的组织相不相容 最早的是来自于移植抗原 它也叫做移植抗原 就是在进行移植的时候 比如说皮肤移植 我们发现呢 不同个体的皮肤啊 如果移植到供体身上之后呢 它会被排斥掉 无一例外最终都会被排斥掉 所以就叫移植抗原 也叫组织相容性抗原 那么进一步对它研究的时候 发现 在导致移植排斥的这些抗原当中呢 有一些是能够引起强烈而迅速排斥反应的 这个抗原分子 我们就叫做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 当然也有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 对吧 但我们这里讲的是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 它往往引起的是一个强烈而迅速的反应 这一个抗原系组啊 这个抗原系统啊 讲的是蛋白分子 那么编码这些蛋白分子的肯定是有相应的基因 对吧 是有相应的基因群 那我编码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的基因群 我们叫它MHC MHC叫做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这是一个基因层次的概念啊 这是一个蛋白层次的概念 抗原嘛 抗原分子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是编码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的基因群 基因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概念 也就是MHC 前面我们是提到过 MHC一类分子 MHC二类分子 对吧 MHC它是什么呢 它是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啊 编码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的 一群紧密连锁的啊 紧密连锁的基因群 我们叫做MHC 那么对不同物种来说 它定位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人 人的MHC呢 是在第六号染色体上 而对小鼠来说 它是在第17号染色体上 不同染色体 但是对某一种鼠来说 它是在同一条染色体上 而且它是编码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的 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说控制同种移植排斥反应 因为最早发现的时候 MHC分子就是由移植排斥反应而发现的 它调控着免疫达 而且参与着免疫调节 参与着免疫调节 人类的MHC呢 又叫做HLA复合体 HLA复合体 这是基因层次的概念 那么HLA复合体所编码的分子呢 叫做人类白细胞抗原 简写就是HLA 那么HLA呢 它是人类的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 人的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 所以大家可能发现了 我讲课的时候 有的时候说MHC 有的时候呢会说HLA 这MHC呢 是一个范围比较广的概念 而HLA呢 就专指的是人的MHC分子而言的 人的MHC分子而言的 因为我们在讲医学免疫学嘛 HLA 那对小鼠来说 它叫做H2 符合体 这个我们就不用记它了啊 定位的基因呢 和HLA也不一样 那么MHC分子 它的主要的生理功能 它是定位在人类第六号染色体 短背上的那么一段基因群 既然啊 它就定位在人类第六号染色体的短背上 正常存在 对吧 所以它正常的生理功能 肯定不是导致移植排斥的啊 因为正常情况下 没有功能脏气衰竭的时候 我们是不去做移植的 所以 它的正常天然的生理功能干什么的呢 提成抗原态的 我们说在发生缅因达的时候啊 发生缅因达的时候 T细胞所识别的抗原 一定是经过抗原提成细胞 提成的和自身MHC分子结合的这样一个抗原态 对吧 所以它是提成抗原态的 活化T淋巴细胞 活化T细胞 启动特异性的免因达 这才是它正常的情况下的生理作用 它是参与免因达 启动免因达过程的 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决定着机体免因达能力高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因群 好了 那么对于人来说啊 决定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的啊 这个HRE复合体 我们讲讲HRE复合体 以及它所编码的产物 那么HRE人的HRE复合体啊 它是定位在第六号染色体短臂上 定位在第六号染色体短臂上啊 全长呢是3600个KB 有224个基因座位 有一些是有功能的 已知发现的 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叫假基因或者叫伪基因 还有一些功能是不明确的啊 不明确的 它分为三个区域 这三个区域呢 我们叫一类基因区 二类基因区 以及三类基因区啊 三类基因区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现在来看HRE复合体 那么这是第六号染色体 这是第六号染色体的着色点 HRE复合体呢 它是定位在人的第六号染色体短臂上啊 大概3600个KB 这个基因群内 我们把HRE复合体呢 放大来看 在远离着色点部位 是它一类基因区的部位啊 一类基因区 而在近着色点的部位呢 是二类基因区的部位 我们先看一类基因区 那一类基因区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基因座位啊 基因座位 蓝颜色表示的是它的经典的座位啊 一类基因区的座位 分别是从远离着色点算起啊 是A C B A C B 那么分别编码 这是基因了 那么有基因呢 它分别编码 一类分子 HLA一类分子 分别是A C B 也就是三种 对吧 三种分子 那分别呢 A基因座位编码一条态链 那C基因座位呢 也是编码一条态链 B基因座位呢 也是啊 也是 我们知道一类基因区 它所编码的HLA一类分子 它是有两条态链 对吧 那么一条呢 是长的 一条短的 长的链呢 就是由一类基因区的经典座位所编码 剩下黑颜色表示的啊 这些呢 是一类基因区的非经典座位啊 非经典一类基因 好了 这一类基因呢 我们说了 它编码HLA一类分子 那我们再来看 二类基因区 二类基因区呢 从静着四点算起啊 它有三个基因亚区 分别叫做DP DQ 以及DR 那么在DP亚区内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也有一些基因座位 蓝颜色表示的是 二类基因区的经典座位 啊 经典座位 分别用DP B1和A1表示 那么这两个座位呢 DP亚区的这两个经典的二类基因区的这个座位呢 分别编码两条态链 A1呢 编码α链 B1呢 编码β链 α链和β链 共同组成一个一二具体啊 那就是DP分子啊 DP分子 那么DQ那区呢 它也有一些座位 对吧 也有两个经典的座位 有这两个经典的座位呢 它也编码两 它也编码α链和β链 共同组成一个一二具体的DQ分子啊 DQ分子 那么DR亚区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蓝颜色表示的蓝颜色表示的啊 一个是A座位 一个是B座位啊 也分别编码两条态链 组成一个一二具体的DR分子 所以在这条染色体上 二类基因区呢 一共是表达三个分子 DP DQ和DR啊 都是一二具体的分子 啊 一二具体的分子 那么在二类基因区内啊 除了这些经典的座位之外呢 还有一些非经典的座位 对吧 在DP和DQ中间啊 我们把这一段基因呢 放大来看 放大来看分别是什么呢 从静着四点 有DO DO座位 DOA和DOB啊 DOB 他们分别也是编码两条态链 组成一个一二具体的DO分子 你看虽然他们在这个染色体上 基因座位呢 相差有一段距离 但是最终 他们编码态链呢 会构成一个分子 DO分子啊 那么另外就是DM分子了 两条态链组成的 那么还有呢 PSMB8和9 这两个啊 共同会组成蛋白媒体亚单位啊 蛋白媒体亚单位 另外TAP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那我们在讲这个内原性抗原提成的时候 抗原提成细胞进行提成内原性抗原的时候 那个处理过程啊 当中我们是提到了 PSMB以及TAP的抗原加工相关转运 啊 抗原加工相关转运体 那么这些分子 它是参与内原性抗原提成的分子啊 这个大家只要知道就行了啊 而DM和DO呢 是和外原性抗原的提成相关的分子啊 相关的分子 那我们说MHC呢 或者说HLA啊 它是和提成抗原态的 对吧 来启动特异性免应答的 HLA一类分子呢 它主要是用来提成内原性抗原态 对吧 那么二类基因区所编码的 二类分子呢 是用来提成外原性抗原态的啊 直结合相应的外原性和内原性抗原态结合的部位 那么试一下 这些二类基因区内的这些分子 它和免疫功能有关啊 和免疫功能有关 那我们把它叫做免疫功能相关基因啊 相关基因 在一类基因区和二类基因区中间呢 有一个三类基因区 这个三类基因区呢 我们看它表达的分子啊 它和一类和二类不一样 那么一类基因区和二类基因区所表达的分子呢 HLA分子呢 它是一个模型分子 是表达在模表面的啊 表达模表面的 而三类基因区的分子 我们看这个C4B C4A 它们呢 共同构成补体的C4分子 可荣幸表达的啊 C4分子 这个表达呢 是B因子啊 参与补体旁路途径活化的B因子 这个呢 是介绍的C2分子啊 这是热修克蛋白 这个呢 编码的是肿瘤坏死因子 TNF啊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分子 这个是和MHC一类相关的啊 AB分子啊 B分子 那么三类基因区所编码的分子 大部分都是一些可荣性的蛋白成分 它也和免应达有关啊 和免应达有关 是因为它位于一类和二类基因区中间 所以我们叫它三类基因区了 它和这个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的关系 不是说特别密切啊 只是为它位于一类和二类基因区中间 给它一个命名 HRA复合体的分类 其实我们刚才讲过了 传统的分类就是一二三类 一类和二类基因内呢 有一些经典的基因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经典的基因 再有就是非经典的基因 那么这些基因呢 新进的分类 有经典的HRA一类和二类基因 另外还有和免疫功能相关的啊 比如说和内缘性外缘性抗原提成相关的这些 那么这些呢 我们把它叫做免疫功能相关基因 相关基因 需要大家掌握的这个表当中的内容 经典的HRA一类和二类基因有什么啊 编码哪个分子 HRA一类基因 它是在远离着四点的部位 它的基因座位呢 是BCA 这是从近着四点开始算起啊 BCA 这几个座位 那么它编码HRA一类分子的α链 编码HRA分子的α链 啊α链 那二类基因 二类基因呢 在近着四点的部位啊 有三个亚区 DPDQ和DR 那编码二类分子啊 二类分子呢 这是三个啊 一条染色体上三个 编码三个分子 此外免疫功能相关基因啊 免疫功能相关基因 一类基因区内啊 除了经典的这个 一类基因区的这些经典座位之外 其他的基因 主要是参与免疫达副调节的 那么二类基因区内 二类基因区内的这个 PSMB和TAP 是参与内源性抗原提成的啊 那DM呢 是参与外源性抗原提成的啊 提成的 三类基因区啊 三类基因区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C4 C2 补体成分了啊 B因子也是补体成分啊 这是参与补体的 酶醋基联活化的啊 酶醋基联活化 另外三类基因区内呢 还有肿瘤坏四因子 这个叫热修克蛋白 这是参与炎症反应的啊 炎症反应的 这个表当中的内容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HRE复合体的遗传特征啊 遗传特征 那么遗传特征呢 曾经是考过题的啊 我们先看第一个特征 多基因性 多基因性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在一个个体内 MHC 因为它是一个基因群嘛 紧密连锁的基因群 对吧 它是由多个基因座位所组成啊 它分成一类基因区 二类基因区 而且每个基因区内就有多个基因座位啊 所以它是一组紧密连锁的基因群 多基因性 这个好理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多态性 先看看它的定义哈 多态性什么呢 多态性它是一个群体的概念 不是一个个体的概念 群体的概念 它指的是在群体当中 染色体同一基因座位上啊 染色体同一基因座位上 它存在多个 同一基因座位 存在多个负等类基因 但是对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 我们知道人呢 是二倍体生物啊 存在的同源染色体 因为是二倍体生物啊 同源染色体 所以对人来说 不同某个不同的个体来说 在一个基因座位上 一个基因座位上 只能选择两个负等为基因 就是从在群体当中 众多负等为基因当中呢 只能选取任意两个啊 因为人是二倍体生物 而对于这个整个群体而言 在一个基因座位上 它的负等为基因的数量非常多 而每个独特的个体 只能从众多的负等为基因当中 选取任意两个 再加上它的多基因性 紧密连锁的基因群 所以现在呢 已经知道 HLA复合体 就人的这个HLA复合体呢 它是目前已知最复杂的基因复合体 复杂复合体 这其实是物种遗传进化的这样一个结果 它保证了物种的生存 保证了物种的生存和物种的繁衍 但同时也由于HLA复合体呢 它是多态性 它有高度的多态性 高度的多态性 所以它也是同种一体移植的时候 非常难的一个点 非常难的一个点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然后再来解释这句话 这就是一条染色体了 对吧 第六号染色体短并上 HLA复合体 这一段 你先看看一类基因区 看经典座位 A C B 二类 D P D Q和 D R D P D Q和 D R 我们先看看这个A座位 HLA一类基因的A座位 在A座位上 它的负等位基因数没有多少呢 就是在这一个基因座位上 对某个个体只能是两个 选择负等位基因当中的两个 对吧 但是群体当中 它可以是478个 这还是06年的数据啊 现在这个数据会更大了啊 478个什么意思呢 就说对群体而言 整个人群啊 普查而言 它有A1啊 然后呢 A2 一直很多 一直到多少呢 A478 啊 这么多个 但是对某一个个体来说 因为是二倍体生物同源染色体 对吧 所以在这个A基因座位上 他只能选择人是二倍体生物 那么在这一个基因座位上 啊 一个基因座位上 他只能选择什么呢 要么是A1 或者是A2 对吧 或者呢 选择A1 A478 都可以 但是他只能从这么多的负等位基因当中呢 选取任意两个 作为他的这一个基因座位上的基因 啊 这个基因座位置 那么如果按照 好了 这是A座位 对吧 那我们再看啊 再看B座位 B座位 他的负等位基因数量更多 是805个 啊 805个 好 那么假设 在这个个体啊 他从805个这个B基因座位的负等位基因里边呢 又选了 比如说他选择了B1 那这个呢 他选择了B 805 假设说啊 就是某一个特定的个体 好了 这个个体的同源染色体上呢 A座位 他选择了A1 A2 那么B座位呢 他选择了B1 B805 那么C座位 也是一样的 他也要从众多的负等位基因里边呢 只能选择任意两个啊 任意两个 DR 那么DR这个 呃 座位啊 B1 这个座位呢 负等位基因是527个 对于某一个特定的个体来说 他也只能从DRB1这个基因座位当中呢 任意选择两个 好了 HRA呢 复合体 它是一个紧密连锁的基因群 如果说 让A1 B1 C1 然后是DPB1 DPA1 等等 假设某一个个体呢 他这都选择众多负等位基因当中呢 都选择 这个相应的A1 B1 C1 等等这个基因呢 在同一条染色体上 这个几率是什么呢 大家其实很容易算啊 就是在某一个基因座位上 HRA复合体 每个基因座位上 它的负等位基因频率的乘积 对吧 同时出现在一条染色体上 那么同源染色体 要使这些基因座位啊 同时出现在某一个个体身上 那么这个频率就要再乘二 这个数字如果乘起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啊 非常庞大的数字 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个体之间 同种一体之间进行移植的时候 非常困难的原因啊 原因 那么移植前要配型 配什么呢 啊 配什么呢 就是要配这些HRA复合体 它编码基因啊 它的HRA复合体的形点啊 配型合适才能够移植 否则的话 它就会遭受移植排斥啊 移植排斥 而在HRA复合体当中 A B位点还有DR位点 它是负等于基因数量最多的 如果他们这些位点配型合适的话 其他位点配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几个位点在这个HRA分型的时候 是重要的位点啊 重要的位点 好 这是我们讲HRA复合体 它的多态性啊 它的多态性 那么正是因为HRA复合体 它的多态性啊 多态性 所以移植 非常困难啊 移植之前呢 是要配型的 那么这个配型呢 不是配血型 输血型是要配A B O 红细胞这个血型的啊 那么在移植之前呢 是要配HRA抗原型别的啊 HRA型的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多态性啊 多态性 这是HRA复合体的遗传规律啊 遗传规律 下面我们讲讲HRA复合体所编码的分子啊 当然就是一类分子和二类分子 先看看一类分子 也就是一类抗原了 HRA一类分子的组成 先看看这个图 这是它的二级结构模式图 这其实是一级结构啊 一级结构 不过画出了它的功能区了 这是细胞膜 在膜上的这一条 这是缩继端了 这是一条态链 对吧 好 我们从氨继端开始说起 这是一条阿尔法链 就是HRA一类分子 HRA一类分子的阿尔法链 它在包膜外段 这是膜外段啊 有三个功能区 然后呢 有一段跨膜区 有一段包内区 啊 有一段包内区 好 这是它的阿尔法链 那么HRA一类分子 它是由一条是重链 也就是阿尔法链了 因为它比较长 对吧 另外呢 它还有一条氢链 这条氢链呢 是记录成β2微球蛋白 就是β2微球蛋白 这条链 这条 这条链就是β2微球蛋白 那我们可以看到组成HRA一类分子的两条链 一条长的 那么这条长的链呢 就是HRA一类基因区所编码到 而这条氢链呢 就是HRA一类基因区所编码到 而这条氢链 短的这条链 β2微球蛋白 它不是第六号染色体编码 最后共同组成一个分子 就是HRA一类分子 一类分子 阿尔法链是经典HRA一类基因编码的产物 而β2微球蛋白呢 这个β2微球蛋白 则是15号染色体编码的产物 这就是一类分子的组成 一类分子的组成 那么一类分子的分布 这个也是掌握的啊 一类分子的分布 那么它分布在哪呢 一类分子分布在所有有核细胞 那我们想想体内哪些细胞是没核的呢 除了成熟的红细胞 啊 除了成熟的红细胞 那么基体内所有细胞呢 都是有核的啊 它表达的所有有核细胞和血小板的表面 几乎所有细胞 除了成熟的红细胞表面没有 都有啊 都有 所以在进行组织器官移植的时候 是一定要配型的啊 一定要配型的 因为H2一类抗原呢存在机体所有有核细胞啊 血小板表面 所以配型的时候如果配型不成功是不能够移植 了 那么它的主要功能 一类分子的主要功能是提成内缘性抗原的啊 提成内缘性抗原 而且它与辅助受体Cd8分子结合 活化Cd8阳性的TC细胞啊 也就是CTL细胞了啊 CTL细胞 好我们来看这个图啊 H2一类分子呢 它是提成内缘性抗原态的 那么内缘性抗原态结合在哪呢 它是结合在有H2一类分子α链的α1结构域和α2结构域 这是α1结构域 这是α2结构域 共同构成的这个抗原态结合槽内啊 抗原态结合槽 从这个二级结构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黄颜色代表的就是内缘性的抗原态 大概十个左右的氨基酸残疾所构成的啊 内缘性抗原态 而它是呢 由H2一类分子的α1和α2结构域 共同构成这个内缘性抗原态的结合凹槽 啊结合凹槽 那么H2一类分子的抗原态结合槽 是由α链的α1和α2结构域构成的 所以它的内缘性抗原态的结合槽呢 是封闭的啊 是封闭的了 所以把它叫做钛结合区 那么由于这一段呢 它要和不同的内缘性抗原态结合 它是具有多态性的部位 不同个体 那么α1和α2 它是具有高度多态性的 不同个体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钛结合区下呢 就是免疫球蛋白样区了 因为它的结构 它的二级结构呢 比较像免疫球蛋白样区的结构 α3结构域 α3结构域呢 是和7d8分子结合的部位 7d8分子结合的部位 所以H1一类分子提成的内缘性抗原态呢 是给7d8阳性的Tc细胞的 Tc细胞 那么βV球蛋白 它就是通过非供价件和α链结合着 它有什么作用 就是一个稳定H2一类分子的作用 那么跨膜区 当然是保定它锚定在膜上 因为它是个组成性表达的模型分子 然后是包质区 包质区 这是一类分子的结构 那这是一个模式图 这里显示了7d8分子结合在哪儿 我们看这个图 这是抗原提成细胞表面的 H2一类分子 这个之前我们是见过的啊 但是我没有想讲它 对吧 这是α链 是第六号染色体编码 那么这条链呢 氢链叫做βV球蛋白 βV球蛋白 它不是在模表面的啊 是一类分子 和内缘性抗原态结合之后 由CD8阳性的CTL细胞 通过表面的TCRCD3复合物 来识别内缘性的抗原态 那么它识别的时候呢 不但要识别这个抗原态 同时它还要识别自身的 H2A一类分子的多态区 还要识别这个多态区这个部分 好了 那么同时呢 它要有CD8阳性T08细胞膜 模表面的CD8分子 来识别H2A一类分子的α3结构域 α3结构域 所以我们说CD8阳性的T08细胞呢 它是MHC一类分子限制性的 一类分子限制性的 前面我们说过啊 说提到H2A一类分子 或者说MHC一类分子 你就要想到CD8分子 这是相相对应的 相互识别的这样一对分子 一对分子 我们来总结一下 H2A一类分子的分区 以及各区的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 先说它分四个区 对吧 钛结合区 那你要知道 钛结合区的组成 它是由α1和α2结构域组成的 组成的 知道了 它是结合内源性抗原钛的 而且它决定了 H2A一类分子的多态性 存在于这个部位 紧接着就是免疫球蛋白样区了 当免疫球蛋白样区的组成呢 是由α3结构域啊 和β2V球蛋白构成的 那么α3结构域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结合CTL细胞表面的CD8分子 啊CD8分子 而β2V球蛋白呢是维持结构的稳定性 啊 一类分子结构稳定性 跨模区是锚定作用的 而包置区是作为信息传递的啊 包置内信号传递的 这是一类分区 以及它的主要功能 我画下来大家要掌握了 接下来我们看二类分子啊 也就是二类抗原了 二类抗原的结构呢 它是有两条链 因为二类分子 它是由二类基因区的DPDQ和DR编码的 对吧 那么在DPDQDR亚区上 每一个亚区呢 都有两个经典的作为 各编码 一条α链 一条β链 共同组成一二具体的二类分子 啊 一二具体的二类分子 那么他们结合是以非共价件结合的 来看看这个模式图 这是HLA二类分子 两条链 一条α链 一条β链 两条链的长度差不多 都是模型表达的 啊 模型表达的都是跨模的链 那么它也有钛结合区 但是它的钛结合区呢 是由α1结构域和β1结构域 共同构成的 那它是提成外源性抗原态的 二类分子是提成外源性抗原态的 那么外源性抗原态结合在哪呢 也是结合在这个凹槽内 这个部位 啊 看到了啊 由α1和β1所共同构成的外源性抗原态结合槽内 而这个结合抗原态的凹槽呢 因为分别是有两条态链的啊 分别α1和β1共成 所以这点呢是开放的 那么结合外源性抗原态这个氨基酸的组成氨基酸残疾呢 它的数目就稍微的多一些啊 多一些因为它不是完全闭合的 那么对于HLA 二类分子来说 存在多态性的部位啊 具有高度多态性的部位 就是说我你他啊 不同个体体内不一样 主要也就是钛结合区这个区域啊 钛结合区这个区域 好了 那么向下呢 就是免疫球蛋白样区了 结构和免疫球蛋白啊 非常相似 是由α2和β2 共同构成的 而β2这个结构域 β2这个结构域是和CD4分子结合的部位啊 CD4分子结合的部位啊 另外就是跨模区和包质区啊 包质区 那么二类分子呢 我们刚才看了模式图了 有两条态链组成 而且这两条态链呢 它都是由第六号染色体相应的 DPDQDR相应的基因座位所编码的啊 都来自第六号染色体 它的表达 二类分子的表达啊 二类分子的表达 那么二类分子的分布呢 它仅表达在专职的抗原提成细胞表面 以及活化的T细胞 一类分子和二类分子的分布啊 要掌握 那么专职的抗原提成细胞有什么呢 前面我们讲过了 B细胞 B细胞呢 它除了作为体液 参与体液免疫应答效应的这个细胞 变为将细胞产生抗体之外啊 另外它也是一个专职的抗原提成细胞 它有两个角色啊 两个角色在免疫搭档 它可以起两个角色 就像人在家里边啊 你可能既是一个父亲 但同时呢 你是又又是一个丈夫 对吧 角色不一样啊 B细胞双重角色 再有呢 专职的这个抗原提成细胞呢 就是巨石细胞 单核巨石细胞啊 还有束突状细胞 这个哪些是专职的抗原提成细胞 是让大家记过的啊 大家记过的 二类分子是表达在专职的抗原提成细胞表面啊 专职的抗原提成细胞表面啊 另外活化的T细胞也可以表达二类分子 这个干什么呢 就是二类分子 它的表达相对一类分子来说比较局限 那比较局限 那么如果正常情况下 它是表达在这些细胞表面啊 如果它表达在不应该表达的部位 那就很可能会引起自身免疫病的发生啊 自身免疫病的发生 好这是它的表达啊 表达部位 再一个功能 HLA二类分子 它是提成外原性抗原的啊 外原性抗原态的 而且它与辅助受体呢 是CD4分子结合 啊CD4分子结合 活化CD4阳性的TH细胞 TH细胞 好了 那那我们来看这个模式图 这是抗原提成细胞 大家现在在看啊 抗原提成细胞表面的MHC分子的话 你就应该很容易分出来 哪个画的是一类分子 哪个画的是二类分子啊 HLA二类分子的这两条链 一条α另一条β链 它都是在模上的啊 都是模上的 好两条链 结合了外原性抗原态 提成给CD4阳性的T08细胞 对吧 由TCR来识别 那么TCR识别的时候呢 它既要识别外原性抗原态 同时也要识别自身的MHC分子 自身的MHC分子 那么识别之后 所以T细胞 CD4阳性的T细胞所识别的抗原 一定是经过抗原提成细胞 加工处理之后的抗原啊 加工处理之后的抗原 和MHC分子结合 表达在抗原提成细胞表面啊 被TCR识别 因为TCR识别的时候 它不但要识别外原性的抗原态 还要同时识别自身的MHC分子 这时候才有可能是T细胞活化啊 才有可能是T细胞活化 那么同时呢 需要CD4分子来识别HRA2类分子的β2结构域啊 结构域 那下面我们把HRA2类分子的分区啊 功能区以及主要功能来总结一下啊 总结一下 先看也是太结合区 那么太结合区呢 它是由α1和β1结构域所构成的 对吧 那么它结合的是外原性抗原态 HRA2类分子多态性的部分 也是存在于态结合区这个部位啊 态结合区 接下来是免疫球蛋白样区 免疫球蛋白样区 它是由α2和β2结构域构成的 那么大家其实记这些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态结合区免疫球蛋白样区 它的结构域组成 大家不要光看这个文字 因为看文字的东西可能不太好记忆 你就记着我们这个图 哎 我们这个模式图 你把HRA1类分子和2类分子的模式图呢 哎 每到去想这个分区的时候啊 就想这两个图 你就很容易把它区分开了啊 形象记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办法啊 非常好的办法 那么HRA2类分子的免疫球蛋白样区 它是由α2和β2结构域构成的啊 而β2结构域呢 它是和CD4分子结合的部位 CD4我们知道它是T细胞表面的一个辅助受体分子了啊 辅助受体分子来帮助传递活化信号的对吧 那么接着是锚定区 呃 就是跨模区 其锚定作用的 再有就是包置内啊 作为信号传递的包置内区 二类分子啊 二类分子 那么HRA1类分子和二类分子 它的抗原结构 它的分布啊 以及它的功能特点 这个呢 是一个重点内容啊 这个表当中的重点内容啊 我就不再一一说了啊 不再一一说了 那么表中的重点内容 我们前面都一一的讲过啊 大家对照这个表 另外呢 对照着HRA1类分子和2类分子的 它的那两个模式图 两个图 一个表啊 大家把这部分内容呢 把它掌握了 把它记住啊 把它记住 它分别的抗原类别是什么 分子结构 结合 内元性和外元性抗原态的结合 玉是在哪啊 结构玉在哪 表达特点 共显性啊 组织分布 以及它相应的功能啊 相应的功能 另外这句话也别忘了啊 β2微球蛋白呢 是位于第15号染色体上啊 15号染色体上 这个表示一个重点啊 好 现在我们来看HRA在医学上的意义啊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与器官移植 同种器官移植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在进行同种一体器官移植之前 是要进行配型的啊 要选择合适的供体 对吧 那么选择合适供体的时候 我们当然尽量选择有亲缘关系的啊 因为它有单背型遗传的这个定律 对吧 那么如果说 亲缘关系人当中没有合适的供体啊 比如说他特别有疾病啊 反正不适合提供 可是没找到合适的供体 那么就就需要从众多的人群当中去选择 对吧 选择哪些呢 就是HL配型合适的 那么不同器官的移植 对于配型来说 要求也不完全一样 比如说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 我们知道骨髓 它是一个中枢免疫器官啊 所有造血细胞的一个发源地 当然也是所有免疫细胞 淋巴细胞的一个发源地 对吧 所以骨髓移植 它的配型要求是最高的啊 配型要求是最高的 那么其次呢 比如说其他的移植 肾移植 在进行肾移植的时候 我们也要配型 但我们配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的位点都配啊 所有位点都配起来 再去进行肾移植 那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主要配这几个位点 大家还记得吗 刚才我们在讲HL遗传特性的时候 讲到它的多态性啊 HL复合体的AB和DR 这些位点 它的负等位基因数量是最多的 如果这些负等位基因 配上的话 其他的座位 配上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所以我们配这些位点啊 肾移植的时候 那么再有肝移植 肝移植的时候呢 目前啊 我们是不做HL配型的 只做血型配合实验 血型合适就可以移植了 为什么呢 我们也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 认为肝脏呢 它是一个免疫豁免器官 这里边有大量的 未成熟的素素状细胞啊 所以它可能容易借导 免疫耐受啊 容易借导免疫耐受 而且从临床上的 这个远期观察来看 就是我们做过对比 一不足复人群呢 我们是做了HL配型的 然后进行肝移植 另外一群人呢 是不做HL配型 然后进行肝移植 那么分别长期观察 发现这两群就是经过肝移植的个体 HL配型和不配型之间啊 它的这个长期的存活率 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所以现在我们做肝移植呢 是不配型 只配血型啊 就可以进行肝移植了 这是和同种器官移植的关系啊 同器官移植关系 那么第二个 他HL与非溶血性输血反应 非溶血性输血反应 我们知道输血前呢 是要进行配血型的 对吧 血型相合才能够进行输血 如果说ABO血型都不合的话 会引起严重的溶血反应啊 溶血就是红细胞溶解和破坏啊 红细胞溶解和破坏 那么如果说血型配型合适之后 进行输血 是不是就输血反应就没有了呢 不是的 如果说我们在 大家都是做临床工作的啊 你肯定会发现这样的现象 就是同型输血的情况下啊 那么有的个体呢 仍然会出现发热呀 白细胞减少啊 或者是循玛疹呢 哎等这些过敏反应的出现 为什么呢 原因在这儿 就是尽管ABO血性是相合的 但是呢 它的HLA型别不一样 那么如果它HLA型别不一样的时候 第一次输血 输来异形血的时候啊 那么异形的HLA 它就会刺激这个受体受者 那么刺激受者呢 产生抗HLA的抗体 抗HLA抗体存在于受者体内 那如果下次它又需要输血了 哎 同型 那么恰恰现血的这个人呢 就供血的这个血缘呢 还是来自于同一个供血者 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什么问题呢 哎 BO血性是相合的 没有关系啊 但是呢 因为它是第二次输血 而且血缘是来自于同一个个体 那么同一个个体的这个 白细胞又进来了 对吧 当然包括所有血细胞啊 也包括白细胞 对吧 那么进到受者体内之后 而受者体内曾经接受过一次输血 发生过一次免疫达 对同种异形的HLA抗原 发生了一次免疫达 那在它的体内呢 就有相应的 抗同种异形HLA抗原的抗体 那么当这次血再来的时候 抗原抗体就会结合 那么结合之后 因为HLA抗原 一类分子是表达在 除了成熟红细胞之 除了红细胞之外 所有的有核细胞 对吧 所以白细胞表面是表达的 中性粒细胞是表达的 那么这时候 中性粒细胞就会和受者体内的 抗HLA抗体啊 就发生结合了 因为中性粒细胞表面有HLA类分子 对吧 那么结合之后 抗原抗体结合激活补起 就会导致白细胞的减少 有粒细胞的减少 那粒细胞减少 那么引起炎症 反引起发热等等 所以说这个叫做 非溶血性的输血反应 那么即使在同型输血的情况下 在输血的过程当中 临床上也是需要密切监视的 防止这些非溶血性输血反应的发生 那么为了避免 非溶血性输血反应的发生 怎么样呢 他还需要输血 对吧 输一次还不行 还需要输血 那怎么办呢 那么等到下一次输血的时候 尽量找就是不同血源 不同共血者的血液来给这一个人输 这样就今天输 这个人的这个血液 是有HRE刺激啊 没关系 下一次呢 我们换一个啊 他就不会是相应的抗原抗体 就引起非溶血性输血反应了啊 输血反应 好 第三个和医学的相关性 就是HRE疾病的相关性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认为 普遍认为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是和遗传相关的 都是和遗传相关的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底题 不表达HRE一类分子的细胞是 那这就要求大家掌握 HRE一类分子表达在哪些细胞 对吧 表达在哪些细胞呢 所有有何细胞和血小板的表面 所以你看这里 不表达HRE一类分子的细胞 那就应该选B啊 成熟的红细胞啊 成熟的红细胞 第二道题 HRE复合体不编码 HRE复合体不编码哪一条态链啊 哪一条态链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答案呢 应该是HRE一类分子的氢链啊 氢链如果跟你写成β2微球蛋白啊 这个你也应该选对啊 HRE一类分子的氢链指的就是β2微球蛋白 那么它是编码在第15号染色体 15号染色体编码的不是第6号啊 HRE复合体是在第6号染色体上 对吧 那么这个B因子呢 还记得吗 B因子呢 是HRE复合体的三类基因区BF啊 就这个基因座位呢 所编码的啊 所编码的 所以它也位于HRE复合体内 那我现在看这道题 关于HRE二类抗原分子啊 HRE抗原分子正确的是 这个题杆可能需要大家都看完了啊 HRE二类分子啊 正确的是 这个由α链和β2微球蛋白组成 这一看就是这是一类分子组成 显然这个答案不正确 对吧 B提成外延性抗原 你一看是对的 如果说你记忆的非常牢 看到这里的时候 后面就不需要看了 就把B选上就行了 它就是提成外延性抗原的啊 外延性抗原 那如果这个你不肯定 那就需要向下看一下 对吧 那么剩下的这三点啊 这三点它都是 HRE一类分子的特点 HRE一类分子的特点 所以我们说了 这个HRE一类二类分子的 这个特点 大家要把记住 就是那个表啊 那个表 好 MHC我们就讲到这儿 HRE一类分子的特点 HRE一类分子的特点 感谢观看